那就看看双方的一个BP思路了 余生这边的BP的话 优先搬机械师剩下的一个班位要不要给到前锋 如果给到前锋的话 那他的破轮被搬掉 他如果选择给到昆虫 给到昆虫的话 他应该是预判对面搬破轮 跟上局马哥的一个思路是一样的 没错 也是直接把破轮按下了 现在的话前锋可流出来了 现在是前锋流出来了 上一局FPS朱雀的穷者是没有选择前锋 结果的话 我们现在结果论确实是不是很好的选择 前锋还是比空军我觉得要稳健 你要是说前锋的话 你一个撞就 你球但凡拉得多一点 你晕的时间也能跟枪媲美 跟空军比就欠缺的是修机进度 但是其他方面可要强太多了 而且我们知道空军就有人上瘾 你看最后就是三岁的佣兵 晾冷机之后剩下一个空军 他空军上瘾之后 因为有椅子上的一个人的影响 所以空军的修机也是有百分之三十的 前锋一样了 突然就没什么优越感了 突然你这跟前锋就一模一样的修机速度了 对 军武情深想起来了 对 那这样的话 把双咎都放在外面了 搬掉了体系 也就是说搬掉了祭司 搬掉了昆虫 那十八可能会玩 油拆 油拆 对 Y字开头啊 我还没说呢 不算错啊 那他们是 我就觉得这两支队伍就很神奇 你知道吧 上一支队伍主动放弃前锋 这一支队伍主动放弃佣兵 这一支队伍主动放弃佣兵 就只想打一个手以速度 就修机速度嘛 我只是 我只是觉得就作为解释 然后余生这篇是放弃了雕刻 选择了邦邦 那对于他来说 要邦邦拿三抓拿四抓呀 而且对面什么 知道 是跑 跑那个两个 或者说跑一个 跑一个都可以 你只要跑一个的话 你到第三局 他就有一个保平 对对对 就个5比3呀 对 所以说 那这一局的话 双方的选择 是比较的 怎么说呢 比较自信 对对对 那余生这边的话 其实他一个帮帮熟练度 不是也不是不可能 还是有机会 对 好的 那么本场对局 由FPS猪穴的监控者 面对这一的熊者 又解说慵懒拖解说 撞歪 被您的IVL实施 赛况解说 这个出装点的话 S板方向往 哦 撞脸的话是 那草哥这边 有没有可能带手双弹呢 终极无敌 不做人天赋 哎 那直接没想法了 这边的话 余生天赋选择的是 快踩 挽留 以及 点到 就把封康给放弃了 对 但是多点了一下 愤怒和拘禁嘛 愤怒拘禁的话 打手蚁 呃 这边看到了格尔空军 这个身位是稍微被骗了一下 这个有一个二连扎的机会 犹豫了一下 这样一个交枪 这样一个交枪的时机 是非常好的 这个地方太空了 而且能让余生 废掉一次二连扎的机会 没错 啊 但是传送刚好 直接过来传谁 直接找邮差 18 那邮差的话 这边 走位压坡一下你 然后往前面放一只狗 这个狗回来的时候咬到了 回来的时候咬到了 狗还会回来的呀 对 躲了一下 第二下没躲掉 对 而且这个远长艾伦雷空了 这边的话 那这样的话 拉了一个很远的身位啊 没错 这个走位躲一下 没有躲掉这个雷 那狗现在狗是进入冷却 这边有一个秒人的机会 秒到了 哎呦 秒掉 好可惜 那这里的话 18选择了上独洞 而且是给队友送了个信啊 对的 邮差我们知道他开局 已经给先知送了一个加速性 嗯 就开局 他们两个是都带了30秒20%破一加速的 没错 现在又给前锋送了一封 对 那这样的话前锋 哎 修得很开心了 这边能不能连上 连上连来 躲掉 哎 没有躲的 躲了 但没完全躲 这个二连雷是什么 有点延迟生效的那意思 对 他是在第一个雷的尾部放的雷 那这样的话 18躲掉了范围 但是没有躲掉爆炸 是的 有点可惜 对 对那现在的话 卖 这不需要犹豫吧 而且前锋身上是有一个修机加速性的 对 我我我来救你 我这个前锋 我多亏啊 修的修的就跟就跟正常人的速度一样了 是吧 对 对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等这个修机加速性耗完嘛 枯草就过来卡着了 对不对 对 那现在的话 密码机还差个一整台之余 还有两个半台 没错 但是这一局的话 卖是肯定是肯定是要卖的 哎 但是这边出来逼迫枯草的位置 直接秀到了枯草的位置 秀到枯草的位置 然后这边不太敢往外压得太深 因为前锋的话 他一个快速位移 拉到椅子边 你也不太好处理 对 但是手上的传送马上就好了 传送好了 第二波节奏在他的手里 对 但是看看这波球员者怎么应对的 上一波的话 朱雀可是没人修机 这波的话看看他拿谁来续第二波节奏 这个人肯定卖掉的 都是一个白板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要穿红蝶艇 因为二楼的话还是比较难追的 亮了 那没事 那没办法了 只能穿二楼了 对 其实熊熊也是不想穿的 但是奈何已经亮了 那没办法了 其实这里可以稍微早一点他 毕竟因为没有佣兵 对 前锋拉球过来 不用太忌惮 对 不用太忌惮 这万一出了点事 那真的是天崩地裂 是的 佣兵后遗症 对 这边可可的走位 是被余生预判到了 前面这个雷 还有连到的机会 连到了 还有这个板子是在的 那前面还能再稍微拖一拖 但是 这个第二波节奏感觉 续得是非常快的 这里要躲下 哎呦没左 要一个交互 那一个遥控雷直接带走了 没错这边看一下二连能连到吗 没有连到 哎没有连起来 这边 这里连上了 这个雷是非常精髓的 怎么说呢 是大气层 对 让你以为我是第一回连 实际上我是第二回连 对 就第二个雷用来压迫你走位 把你往外赶 对 就可以看到余生他的一个邦邦 也是有非常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的 对 但是很可惜的一个事就在于密码机够了 没错 就这就是邦邦的一个缺点 他作为一个小短腿 他只能在原地 或者说在方圆多少米之内溜达溜达 对不对 他没有什么干扰密码机的能力 这边直接选择了去找宰宰 但是宰宰密码机压好了呀 就等着你过来呢 他真的就是等着你过来的 对 虽然说 而且传送没有好 传送倒是能好 因为前锋毕竟要先救人 对 我的意思就是来不及回去椅子边 就是他不能说直接传回椅子边上 那前锋也是稳稳的 而且还甚至卡了半 但宰宰这边是被骗下来了 对 那这里的话好不容易终于开出了二阶 这边不能翻吗 哎呦是被震射了 但是还是那个道理 就是我一个有道具的草额 我在全地图的哪个角落卡着都行 是的 毕竟他们这一局只需要保走一个呀 对 而且中场是地窖 对 那这个前锋直接在中场卡着的话 对 敢团送 那这样找可可 可可这边的话进个板 哎呦这个把下板是被余生预判到的 那这样的话 争取了好多时间呀 对于余生来说 对 那这样的话 还有机会平均往上 呃 但是还是感觉要跑一个 干不了 我开走 跑一个可以 对 跑一个可以 但是有机会 在那边点门 草哥这边继续 因为刚刚可可是被卡扳拳来了 草哥这边继续过来 但是余生也是设计非常敏锐 拦到了草哥 呃 但是草哥可以选择不救 然后靠球走敌教 对 他草哥还有四分之三的球 那这个球量的话是完全可以走敌教的 让我详细地 堂哥说了一句话 满球前锋走敌教 有手就行 对 那看看草哥现在 他能不能走敌教啊 今天说这个球不算特别满 感觉应该是要平均 因为这个球 不太好处理啊 邦邦他他没有坟场 他也 对 就是他没有一个说远程拿你视野的能力 那也是走门走敌教都可以 这个地方甚至走门都可以了 呃 走敌教了 对 我直接拉到敌教 就你很生气你知道吧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 而且还是个板家诉求 板家诉求 就更没办法 对 更没办法了 但本就没有办法了 甚至说这个其实三分之一个球都够了 何况还有四分之三的球 对对对 就这局的话 球友者的思路太清晰 太明确了 我面对你是一个什么 绝活邦邦 你可以追得很快 但是你绝活邦邦又没有坟场 就像你刚才说的 对 就没有坟场对不对 我不怕密码机被干扰 同时我让第二波节奏稍微难续 一点点 你就没有四刀空气 真的没有 有点难 真的有点难 就是 机器这边球人就打得很稳 嗯 嗯 就是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邮差这个角色选下来之后 有用 对 真的有用 看 开局 上来 我什么都不管 我给先知送了一个修机加速信 对 这样邮差加先知 相当于两个盲女啊 是 对吧 两个人120的速度 就比盲女慢一点点嘛 对 就 呃 两个半个盲女嘛 对吧 行 这个比方可以接受 对对对 就是两个人都是120波异的速度 而且30秒 没错 对吧 然后玩了之后 他在牵制的过程中 又给前锋补了一个修机加速信 对对对 而且前锋什么 一点都没浪费 我有加速的时候 我要修密码机 好吧 然后没有了 我再过来 对 然后再过来卡 我们都知道邦邦 他真的就是小短腿 限制了他的上限 你知道吧 就作为一个追击手蚁性监管者 邦邦可以说是所有 手蚁你强 但是我不就呀 众多监管者中最最没有空场的之一 好吧 是的 那看一下本场比赛赛号数据 就是邦邦这个角色 我们是用来补于修机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机械球图 就是这些都是比赛中 就是拿的比较常见的 为了补修机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拿邦邦第一个 是因为他本身可以补修机的容错 然后也可以补六轨的容错 因为他有弹窗加速性 还有移速性 然后还可以补救人的容错 因为他救人的话有分救人性 然后救人性的话 对救人位的压力来说 就是会减少很多 所以这个角色 我们是一直都在有 就是说加到自己的体系里的 感谢观看